黄志峰 从昨天开始来到了德国 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多次的呼吁联邦政府不要让他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乱港 港独分子的头目 所有刚才大家看到的 背后的操纵者 组织者 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来了之后 非常遗憾 德国政府 有人聚集的时候 德国东北政府见到他 还有个别的德国的议员 德国联邦组理默克尔女士 在不久前 也就是9月5号到7号 对中国进行了他的第十二次访问 本该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看 我可以有一点明确的告诉大家 中德关系将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影响了 中国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 香港问题实属中国的内政 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总结一句话 香港问题发展到今天 跟民主有关 跟自由无关 跟经济发展水平也无关 跟什么有关 有人要闹香港独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德关系 中德关系 中德关系